人和鬼无寒 在过去的时代里 人们讲迷信相信有鬼 据说鬼也和人一样 有好鬼有恶鬼 有大鬼小鬼男鬼女鬼 好看的鬼难看的鬼 文鬼无鬼 以至大头鬼吊死鬼等等 总之人世间有的是 鬼世间里也都有 有了鬼的故事 自然也有说鬼话的书 从太平广迹所影的灵鬼志 到太平预览 太平广迹都专门有几卷讲鬼的 清朝有几个人特别喜欢讲鬼故事 一个是蒲松林 他写了聊斋志义 一个是纪小兰 他写了月威草堂笔记 还有一个是原子才 也喜欢讲鬼 蒲松林和纪小兰笔下的鬼 形形色色 什么样子脾气的都有 其中有些鬼写得实在好 很使人喜欢 他们通过鬼的故事来讽刺 教育活着的人 说的是鬼话 其实是人话 也写一些活人 看着是活人 说的却是鬼话 做的是鬼事 大体上说来 虽然鬼是从人变的 人死后是鬼 但是人却又怕鬼 另一面 人虽然怕鬼 却又喜欢听鬼故事 怕的原因是 据说鬼 又要投生变人 驱死鬼 投生之前 总要找一个替身 将人变鬼 以此人们谈鬼就怕 更不用说见鬼了 倒过来 据说人死了就成鬼 人和鬼 到底有关系 自己没有做鬼的经验 听听别人的也好 以此 又喜欢听鬼故事 大概也是借鉴的意思吧 自从有了科学知识 自从有了唯物主义 懂得科学和唯物主义的人们 不再相信有鬼了 但是 研究一下过去的若干鬼故事 从中了解这一时代的社会像 也毕竟有些好处 何况死鬼虽然不存在 活鬼却确实有之呢 他们成天张牙舞爪要吃人 轻面獠牙吓唬人 鬼头鬼脑摆弄人 鬼心思 鬼主意 鬼行当 鬼伙伴 总之 有那墨益小撮 活鬼在兴风作浪 造谣声势 搬弄是非 造成紧张局势 摆出鬼架子 鬼威风 你愈怕 他就愈狠 非把你吃掉不可 对付活鬼的办法 是大喝一声 你是鬼 揭穿他 让人人都知道 这是鬼 把鬼揪到阳光底下 戳穿鬼把戏 鬼伎俩 让人们认识鬼样子 鬼姓名 鬼清倦 鬼朋友 鬼在人们中间孤立了 也就搞不成鬼玩意了 或者变人 或者真的变鬼 这倒不妨随他的变 要对付活鬼 首先要不怕鬼 道理是你不怕 他就不怕 这里有几个鬼故事 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个是 蒲松林写的《清凤》 说有一个狂生 叫耿驱病 听说 有一个荒废的大宅子闹鬼 堂门自己会开关 有时还有笑语 歌吹声 他搬了扑盖去住 在楼下读书 晚上正在用功时 一个批发鬼进来了 脸黑得像漆一样 张着眼对他笑 耿驱病也对着笑 顺手把燕台的墨汁 涂上一脸 面对面瞪着眼睛看 鬼看着不对头 满脸羞残溜走了 第二个是 季晓兰写的吊丝鬼 说是有一个姓曹的 住在一个人家 半夜里 有一个东西 从门缝进来 像一张纸 变成人形 是个女人 她一点也不怕 鬼又批发吐舌 做吊死鬼模样 她笑说 头发还是头发 只是乱一些 舌头还是舌头 只是长一些 有什么可怕 鬼又把头摘下来 放在桌上 她笑说 有头都不怕 何况没头 鬼没有办法 一下子不见了 后来 她又住这房子 半夜门缝又响了 鬼刚一露头 她就嚷 又是这个讨厌东西 鬼一听 只好不进来了 另一个是大鬼 说戴东元的族族 某人胆大不怕鬼 住进一座空宅子 到晚上 阴风惨惨 出来一个大鬼说 你真不怕 答 不怕 大鬼做了许多恶样子 又问 还不怕 答 当然 大鬼只好客气地说 我也不一定赶你走 只要你说一声怕 我就走了 她说 真是岂有此理 我实在不怕 怎能说假话 你要怎样就怎样吧 鬼再三央告 还是不理 鬼只好叹一口气说 我在这三十多年了 从来没见过你这好顽固的人 这样蠢才 怎能住在一起 只好走了 还有一个大眼鬼 南皮许南京 胆很大 在和尚庙里读书 夜半忽然墙上 出来两个灯 一看 是一个大脸孔 两个灯 是一双大眼睛 她说 正好 要读书 蜡烛完了 拿一册书 背着墙 坐下 就朗诵 念不了几页 灯光没有了 扣币叫唤 也不出来 又一个晚上上厕所 一个小孩 给拿蜡烛 不料这个大眼鬼 又出来了 对着人笑 小孩子 倒在地下 她捡起蜡烛 就放在大眼鬼头上 说没有灯台 你来得正好 大眼鬼 仰着头看 一动也不动 她又说 你哪里不好去 偏要到这里来 听说海上 专有人 敢臭地方走的 大概就是你了 万不可以对不起你 随手 拿一张用过的手指 魔鬼的嘴巴 大眼鬼 大呕 大突 狂吼几声 就不见了 从此 再也不来了 这几个故事 很不错 蔑视 鄙视 仇视 种种形色的鬼 完全合理 人气胜了 鬼气 就摔了 人不怕鬼 鬼就怕人了 不但对死鬼 该这样 对活鬼 也该这样 人不可以迷信 要相信科学 尊重科学 但也不妨 研究研究鬼话 鬼故事 从中得到益处 讲人话的书 要多读 讲鬼话的书 我以为 也不妨读读 1959年 5月18日 人民日报 选自 吴涵杂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1979年版